本營開在車道內的遊覽車 卻朝著一根根黃色防撞桿開去 正牌防撞桿快速被撵過 歪搖扁形 整牌防撞桿傷痕累累 沒有一根完好 因為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被撵 一根可以看到這裡擦傷 沒有一根不是沒有被撞過的 當初是為了防止車禍裁裝設 8月24號就有一輛左轉黑車 先撞斷了路口的第一根 29號又來了一台湘心車 不知為何整排扫過輾過 11月再來一台遊覽車 網友看不下去 哭首瑪莉歐的音樂 開玩笑的說 這些車是瑪莉歐吃金幣嗎 這麼大條的路 偏偏挑防撞桿來輾 到底是怎麼開的 現在已經撞了三次 居然到垃圾桿 因為為了損遞小火 所以撞到防撞桿 網友進入跟公所協商 實際上說醫療非常 三個月內被撞了三次 二十根防撞桿 只剩十七根苟延殘喘 慘不染賭 最隨防撞桿名符其實 熱車社會黃潮福單景陳彰化 採訪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